HELLO 朋友大家好 又來到前述一次講述錶的時間 今天就為大家介紹鏡頭前述 FlySIM 牌子的手錶 未開始介紹的錶前 也麻煩大家記得按讚的影片 分享給朋友的訂閱頻道和按鈴鐺 下次有新影片便會第一時間透視大家 好了,我們先看錶,去片 好,大家好 又見到這個錶殼 GLYSIM 之前也介紹過很多 今次又介紹另一款 是什麼樣子呢? 就是這一款 熟口熟臉 其實GLYSIM 之前也介紹過 一些叫做Airman的系列 這隻也是Airman的系列 跟之前有什麼分別呢? 其實都幾大分別 之前在這個頻道介紹過很多 Airman 都是青銅 甚至乎鋼 鋼也有的 鋼比較久一點,都很久沒有介紹過 但它的共通點都是GMT 和44mm 今次介紹的一隻 就不同了 這隻是小一點 是40mm 也是Airman的系列 其實是GLYSIM的Iconic系列 即是很經典 玩得GLYSIM的 都會有一隻 AIRMAN系列的款式 但這隻 今次是40mm 跟之前那些有什麼分別呢? 除了Size 外 就是物料 物料不是銅 也不是鋼 也不是這麼說 其實它真的是鋼 只不過是造舊鋼 有一點像是銅 但不是銅 也是不手鋼 是造舊的 讓大家看看外觀 大家可以看到 造舊的形態 看來有點像 青銅氧化 但又不是那種感覺 是造舊的 這隻鋼好像很舊 所以這隻是AIRMAN的青銅系列 鋼身就是這樣 原裝跟來 就是一條NATO帶 一條NATO帶 但是NATO帶來 都不少東西 你看它的扣 全部都是一齊造舊的 所以看到整體的形態 都配合得很 很適合 扣和鋼身 但有些朋友覺得 只有這條帶很悶 如果要換帶 怎麼辦 換帶 皮也好 膠也好 就跟不上扣 會不會有這個問題 老實說 是會有一點 但是 這個扣可以拆 這條NATO帶 這條NATO帶 扣可以拆出來 如果大家有興趣 我相信都是配皮帶多 因為這些造舊款 配膠帶 就可能有少少未必合適 但是 配上NATO帶 22NATO帶 可能皮也好 可以用一個扣 可以配襯 可以配襯 造舊的 錶身 整體外觀 就介紹過 另外有些很重要的 當然要給大家看看 不如拆出來看看 這條NATO帶 一樣是GMT機心 SW330 但特別之處 究竟是甚麼呢 講個重點 今天介紹一隻 特別之處 你看到第一件事 先看一看 它跟平時介紹的 街仙的系列 有點不同 因為街仙 很多時候有一個 logo 好像小鳥一樣 舊的 舊和翼一樣 現在新裝的街仙 都是好像小鳥 翼一樣 好像皇冠 有一個外線 有一個新 logo 真的是翼的舊 logo 現在是沒有 logo 只有Glycene的字 基本上Glycene 沒有這個 logo 之前 因為Glycene的牌子 都很久歷史 以前很久的 古董錶 就是這樣的設計 就是Glycene的字 大家叫做Glycene Airman 所以這個設計 雖然這隻是新標 但是 其實也是一個復古 即是叫做 Vintage 或者叫做 復刻 可以這樣說 是一個復刻版 其實如果大家在坊間 看到一些 Ebay也好 一些外國網站也好 如果你找到一些 是舊裝的Glycene 都是這樣的 即是沒有 logo 都是這樣的字 其實那些 都 所謂是古董錶 更貴的新標 其實這隻 其實這隻 有一點 復古 那種 舊裝街線的感覺 所以 整隻標 它跟這個 怎麼說 它的設計 都是比較偏向復古 就算霸的也是 它不會做到 像最近介紹的 Airman 44mm的青銅 它有很大的 霸的 也有鎖霸的 它沒有 它這個這麼小的 只是推拉 這東西 可能真的想 跟回懷舊的設計 也不一定 講了這麼久 其實我都還沒講過重點 這個重點是什麼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標本 Loon AM PM 這麼有趣 其實有些朋友 就叫了這隻 標籤 其實它不是叫Loon 這隻標籤 也是Glycine Airman 的Vintage 系列 但其實Loon 這個字 放在六點位 是有意思的 而 左邊是PM 右邊是AM 也是有意思的 其實如果 大家聽那麼久 有些聰明的朋友 都可能想到 其實這隻標 看時間方面 剛才我講了這麼久 這隻標是GMT 但是GMT是三支針 就是奇怪 一般GMT 大家都知道 我之前有幾條影片 都介紹過 Office GMT 和True GMT 它都是四支針 但這隻標籤 為什麼是三支針 其實這隻標籤的設計 很有趣 它的時針 是短的資料 它是一天 24小時一個圈 我轉給大家看 換句話說 這個標籤 AM PM 和Loon 是有意思的 即是說 這支時針 指著黑道 全部都是24小時 現在是17點 18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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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下午6點 所以現在的時針 在左邊 就是下午 而右邊 就是上午 而右邊 其實是有點像GMT針 即是走法 但不能夠獨立調教 正常好像是三針 只不過 時針 走得 會比正常的時針 慢一倍 所以 就是這樣的情況 到現在 譬如說 有隻標籤 剛剛跳入 就是真正的零時零吞 就是這樣 那有什麼好處呢 或者不要說好處 先說了不好處 那不好處 很多時候 有些人看不慣 就誤會了 例如我現在 舉個例子 有些人說 2點 以為是2點 其實不是 是3點 就是這樣 不是 現在才是2點 2點 不是2點 其實是3點 再轉 其實針是不會這樣轉 正常 平時以為3點 其實是6點 所以這邊全部都是AM 直至到Noon Loon Loon 就是中午 例如說 現在不是早上5點 現在是早上10點 希望大家明白我 早上11點 中午12點 現在就是Loon 所以AM PM和Loon 就是這樣的看法 正常說的不好處就是 要習慣去適應看時間 但適應了其實不難 反而覺得很直接 你適應了 其實很直接 將時針對著黑度 就可以看到當地時間 這個是適應了之後 而適應了之後 第二個好處 就是看兩地時間 非常方便 舉個例子 現在這個圈 外圈 其實都是跟AIRMAN 設計 有一個鎖 可以調整這個外圈 其實很簡單 直接調整 兩地時間的偏差 就已經完成了 很簡單 舉個例子 舉個例子 例如說 英國為例 差7個小時 那7個小時又怎樣 7個小時 先說幾個加減數 如果現在是下午4點 下午4點的時候 英國就是早上9點 所以我把這支針 16點 對應9點 就是這裏 就是這裏 這樣對 很簡單地對 很直接看到 香港時間和英國時間 香港時間 香港時間和英國時間 香港時間和英國時間 香港時間是16點 即是下午6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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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時間是下午6點 英國時間是早上11點 相差是7個小時 即是下午6點 即是下午7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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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看這支針 一看兩天時間 看兩地時間是非常方便的 即是下午7點 就是下午7點 基本上操作就介紹完了 AM、PM、LUN 其實都很清晰 這支 SWIST MADE的字 在這裡 雖然很細小 標本很漂亮 它是黑底 即是金色字 和這個造舊的顏色 有配襯 好了 看了這麼久 差不多講完都還沒有看過底 底就是這樣 SW330機芯 非常漂亮 就是這樣 它的錶底是12角形的 12角形 要用一些特別工具才能打開 整體來說 這支錶的介紹就是這麼多 主要是這個造舊的感覺 最後 看看有沒有椰光 因為我也不知道有沒有夜光 先試一下 關燈 看看 夜光又如何呢 我也有些夜光 嚇死我 初日以為沒有夜光 照一照 夜光不是非常厲害 始終都是飛行錶 時針分針 秒針也有夜光 開燈 好 最後 都試了這麼久 都還沒戴上手 給大家看看 先穿回來 戴上手 就是這樣 其實都不錯 這支錶 這支錶 已經很棒 膠帶 一般 鋼帶 不可能 所以這支錶帶 或是皮帶 應該都好看 今天介紹一支 Grysin Airman Vintage Noon Vintage Noon 它叫做 原來是 Airman的Vintage Noon 大致上就這麼多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呢 如果喜歡的朋友 記得like subscribe 和share 如果大家有什麼意見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 好 今天的分享大致上 就是這麼多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